一般的漢堡不夠看喔 現在還有業者推出了 比一般漢堡大上 270倍的巨無霸漢堡 光看就好嚇人 直徑80公分 高40公分 總重量達到130公斤的 巨無霸漢堡 光是靈魂豬腳 牛肉漢堡 就有50公斤重 6名大廚煎烤得花上3個小時 這個番茄是10公斤 然後每生菜也是10公斤 然後培根也是 好像有8公斤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一個要切 一個一個要烤 連鎖美食餐廳費時13小時 挑戰全台最大漢堡 為的就是推出新款 牛肉漢堡講課 同樣是走大份量路線 大一點就是看起來 會比較好吃 我覺得 那就是如果很大的話 通常就是會 兩個女生一起吃 牛肉漢堡排先上鐵板煎 接著放上烤爐 同時間牛肉糧風味的雞肉排 也加入料理 一共兩片牛肉排 三塊雞肉排 全部放到比臉還要大的 漢堡麵包裡頭 最後淋上香濃花生醬 巨無霸漢堡大功告成 這到底有多大呢 用尺一量 光是直徑就有20公分 然後裡面有兩種肉 假如說我們兩個人來 我們可以就一次 吃到很多種肉 就不會像外面 只有一種口味而已 看準台灣人愛吃漢堡 不約兒童走大份量路線 希望讓TALKER在視覺 和味覺都大大滿足 只是吃不吃的完 恐怕吃之前 還是點墊墊自己的食量 記者林東銘章紅泰報道 哪裏 已經好 什麼 你看